这是我多少次送你去机场 不知道啊 以前上班的时候算不算 不算吧 还好 今天要动身去深圳了 在去深圳之前 照例吃个送行饭 但是这个饭不是白吃的 我们请他 今天是我们请人家 帮人干活再请人吃点饭 对 在走之前是下午的航班 然后上午要去他家帮忙 之前其实多多少少有提到过 就是他表妹 田水德表妹在这边买了套房子 然后就他一个人张罗 那以后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天呐 你别去再不要去 没有一次不干活的 老让干活 我去到那边 刚才他说 刚才他说 那个窗帘那个罐给我少了几个 然后说那一会儿等姐夫来了 让姐夫来一下 天呐 只有姐夫才是真正的干活能手 印象很深 就是他们第一次开火 然后我们包着红包去了 我去了第一件事情 先给人刷马桶 刷马桶 还得给人拿钱 然后吃了点饭 匆匆忙忙就走了 有一些人就是这种 就是让旁人看着他 好像干什么都不行 对 然后就都是想上手给他干 但实际上 只而久之他就不会干了 对 但实际上要是要是真的是长期生活在一起 的话好好训练训练 对 姐夫辛苦啊 你是想让固定 你想要把它装上去对不对 但是你需要把这个卸下来之后 不用卸 它上面有个螺丝 你看到有个螺丝孔吗 哪个 这个 不知道在镜头中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个大气环境 大环境 大环境 就是有点雾蒙蒙的 然后 因为陆续已经开始上水 准备供暖 还没有到供暖 因为现在都还穿短袖 对 然后天气已经明显的秋逸 这就是 哈尔滨的气候四季分明 然后秋天其实很短 对 就很快就会进入东西 它有可能今天让你穿短袖 明天也就穿描 然后我想说就是 从此以后就是雾霾天 就会一直伴随我们 一直伴随我们 一直到明年 所以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疯狂出去玩 是因为空气好难得 这玩还需要理由吗 冬天你去看 谁会在外边等 好吧 最近几天我就不会在家里了 就不会有火出现了 去深圳 去深圳 据说那边有个包展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 如果到时候在包展上有好的包 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包 我会拍照 然后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寡而告知 你给我撒么俩 哈哈哈哈 哈尔滨这个季节 特别多这个奇形跳虫 我还咬人 走了走了进去了 那边有小偷我的面 那边有什么奇妙呢 那边有小偷真的 由你来不评论 那边有小偷的面 诊重心 那么多些小偷的面 你不需要找到 你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大家 伴着下午太阳的余晖 我现在已经在机场候机了 飞机是略晚了一些 可能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原因 所以我在上飞机的时候 尤其今天我用了飞行箱 因为我要带电脑 想来想去拒绝飞行箱 带电脑会更安全一些 它有一个专门的放电脑的隔层 然后我会想着说给乘务员 给机组带一些好吃的 像上次从深圳回来的时候 我会带当地的一个港茶店出的蛋卡 会不错 然后像奶茶这类的 这次要走 我就想着买点老顶峰的冰棍 在机场的话 我想着在市区我们知道的一些店可能就两块钱一根 然后在这边可能贵一点五块钱吧 没想到首先是没有老顶峰的冰棍 然后呢 就是一些马迪尔的就贵到离谱 25块钱 20块钱 然后还有一些冰棒那一类的 就是冰块那种的 就是甜的冰块 老冰棍那样 很小一点就要10块15块 我实在是下不去手啊 本来想着买点当季的水果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葡萄特别好吃 特别甜 所以还是邀请大家来哈尔滨 来了之后呢 在当地尝一尝一些我们当地大家会吃的东西 或者会吃的零食 suit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也不知道戴着口罩能不能对焦到我 到了深圳了 一会儿可能就要把外套脱掉 机舱里面温度不太稳定 所以还要准备一个外套 今天因为戴着飞行箱 所以难免和乘务组聊聊天 其实看他们工作真的非常感慨 有的时候有一些年纪之后 在结合当下的事情 回忆以前的事情 还真的终于明白了很多人口中 所说的那种感慨是什么 乘务组真的很辛苦 会有一些可能没那么懂的旅客 不经常乘飞机的旅客 或者他们经常乘 但是从来不会注意的那样的旅客 在起飞下降的时候站立 然后也有一位像带宝宝不方便 然后乘务组忙前忙后 包括我看到的还有一位旅客 因为带一道素了 想要冰冻起来 冷冻还是冷藏 以前我也有遇到过 提供一些冰块 自己拿好就好了 听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大的事情 但是当所有的事情压在一起 然后承载在这几个小姑娘身上的时候 就作为一个男生 作为一个男士 就觉得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跟陈部长聊到 我说以前我飞乘务长的时候 比如说飞了四段 大家都很辛苦 然后都特别特别累了 然后快要回去的时候 因为天气原因或者其他原因 被降到哪里哪里 飞行时间超长 特别特别累的时候 真的是那个时候男乘务长 就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至少最后还有那么一些体力 能够帮乘务组完成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这个乘务组没有男生 所以很多很大件的行李 就只能姑娘们一个个去帮旅客去弄 然后客舱因为有很多紧急设备 然后又有那种救生艇 所以放行李的位置非常非常少 这也是 真的是回想起来 不堪回首 太辛苦了 姑娘们 最近几天算是开会和老板碰碰面 然后总结一下最近的自己的工作情况 因为其实到了深圳反而会觉得 会觉得好像不知道要带什么给大家 拭目以待吧 明天见拜拜